上回說到,律子和Eric經過一輪比武 律子來貢之深,連主人都開始崩潰 對不起,我想… 我先一會,我的運氣 好… 你很緊張 Eric究竟會怎樣處理呢 我也想了解一下整間屋的環境是怎樣 因為始終狗狗也要去探索環境 但我看得到探索完後 主人的壓力相當大 所以我決定要帶你們出去 家裡有時空間不夠大 就有機會感覺困獸鬥了 外出的好處是 我想將主人的壓力慢慢放下 我要你們慢慢重新吸收的新鮮空氣 你家裡不是沒有新鮮空氣 只不過這裡更加放鬆一點 是 我想將你們重新打造得更好 好,麻煩你先走一走 好好看 我們定下就可以了 Louis走的時候 跟律子永遠保持兩秒距離 夾著鏡頭也感覺到他的恐懼 很累嗎 反而Debbie走得不錯 不會放鬆了 任由律子,到處衝 好,好,三眼停一停 感覺你比你先生拖得好 我以前只是放鬆他 其實以前你最熟悉律子的 應該是Debbie 對 看到我們的關係不同了 真的很深刻 覺得為何會變成這樣 我是自責多於怪他 要重建這個家庭的關係 需要所有人的努力 Eric首先靠了Louis拖律子散步的正確方法 最少要克服耐心的恐懼 抱著,慢慢走 繩多點縮短 高一點,再多點 自然一點,可以走 Let's go 清晰一下 腦子裡去哪裡就去哪裡 不用多說 放鬆,抓好繩 你走一下,我很喜歡這樣 對,那時候好像壞了一閃 對,但你看,我放鬆這麼長 他容易走過來打你 已經過去了,能接觸到你了 但如果控制繩那麼短 我再拉著,他能否過得到你 沒那麼容易過得到你 過來我那時候,我也會拉開 所以要留意這點 繩子控制 站直 如果他真的咬來,推出去 向前推出去 旁邊,向外 這隻手拿繩子 推去那邊,可以嗎 後面這隻手摸他 摸他,對,距離比較自然 感覺到他,覺得很乖 放鬆一點繩子 對了,夠了 夠了 你看到他摸得不舒服嗎 不自然,你很緊張 所以他打算再看就打你了 我也看見 是嗎 感覺到… 他一鼻一動 你覺得為何你摸的時候 算是打主人 我摸的時候沒那麼快打我 可能我的氣場沒那麼緊張 但你比我和他更好朋友 他知道你不要欺負 他知道我欺負 與我不要欺負的事 是你摸得他好嗎 你疼不疼他 你走恐懼吧 我不是恐懼 我們走信任 你是主人,我是陌生人 我今天第一天認識律子 他比我更兇 他比我更兇 但剛才我摸他的時候 他沒有選擇打我 他選擇放鬆、接受我 但你和他這麼多年 他選擇讓你摸的時候 讓你摸不選擇的時候要打你 就是因為你很多時候很緊張 很質疑自己 要不要去接觸他 愛他的方法就放在一旁 不攪拌他 在你的字典中中 這是不健康的 好,你覺得這個位置 你想不想蹲在這裡? 伸低身,縮短繩 轉手,縮短一點 對,不要…這樣… 一起來就行了 不可以蹲在這裡 雙手在上方,摸後面 好,慢慢放鬆,起身 好,很好 你剛才剛才摸摸的感覺如何 沒那麼害怕 而且自己沒那麼猶豫 你開始試試順利嗎 是 你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然後可以 順暢 順暢了 戴上去,再做 對,慢慢縮短 比較有型的,Catwalk模特兒 James Bond 來吧 收穩,停,比較有型的 是手拉,停 這樣自信…看著 又弱了 好,再做歌,回頭 其實這個告訴律師 我是高於你的 不,我想煮人… 自信一點 自信一點 去吧,走出去 對,放鬆 放鬆一點,站出來,要出來 很帥氣 對,可以了… 收慢停 打算 停腰,自信一點走 不用操心 轉,這樣走 深呼吸 看出去時,不用看 有神、有自信 看一點,焦點 一度…一停 停了之後 再等一會再親它,可以嗎 好 我教你的方法,轉手慢慢看 好 整個過程就融入了,可以嗎 1、2、3,行 心想就行了 對,很好 很好 條繩短就放長一點 不要側旁,站直 放長一點繩 你的手長就對了 很好 放平 非常好…慢慢走 放鬆 好…停 自己想想什麼時候去親它 很好 慢慢看,縮短條繩感受 聽完Eric的意見之後 我就覺得我沒有那麼緊張 對自律師 不會形成大家都很大壓力 不敢再接觸 剛才你搖晃得不錯 我覺得是時候讓他感受到 小朋友跟你是一個家庭 但就不需要接觸了 不需要接觸 我只要你走得好 然後和你太太先回來 是,Abbie和寶寶 你好… 我們可以這麼友善,對吧 你也不需要特別放牠出去前面 其實牠也會知道牠在賽場 是 牠也會嗅到氣味 是否需要身體接觸牠呢 就不需要住 你看牠也在觀察牠 有試過用家庭的團體形跡 這樣跟牠走 沒有,沒有試過 所以不需要 絕對要 絕對要 是一個家庭 所以你們接下來 就要很放鬆地一起走 你就不要把問題都堆積在一起 自己做得不好 再去擔心小朋友 是否兩重擔心 對 那為甚麼不做好自己 保護到自己之餘 還有能力去保護小朋友 好,不如我們逐步逐步來吧 麻煩你… 像剛才怎樣走的時候 先讓我看看 你就這樣帶牠走 走吧 好 走得很好 對,走得很好 好,過來吧 開始加入了 壓住牠,不要讓牠衝刺 一起走 純粹是比牠像家庭一樣 但很有趣的感覺 其實嬰兒和律師互相都覺得很好奇 很好奇大家 你現在在建立小朋友和狗狗的 相關的關係 繼續 控制得好一點 快了就給牠一點力氣就行了 放鬆自己,大家很享受 走路… 你去到身邊… 這個畫面應該都是 Debbie和Louis很想出現的畫面 沒試過… 我其實沒想過有這個畫面出現 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這個畫面 很開心、很穩定 好,搭著你,太太 來吧,很甜蜜 為甚麼,不斷看 快一點,拉後就行了 對,很好 你現在在享受大家信任的空間 是… 你要創造、享受 之前你怎樣享受 糟了,會否做小朋友或其他 現在放鬆一點 你輕輕管理就行了 好,如果兩個可以這樣 有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嗎 等等,我要你試做 即是否推上自己 你一邊走… 轉,手推到那邊 你自己走過去 現在整件事是保護小朋友 這個BB車 也是保護BB的工具 這是一個訓練方法 你才成為一個組織 很棒 你覺得怎樣 很開心 很好看 煩到我 慢慢創造出來 有的一定可以 但你之前所有恐懼 你甚麼都不敢做 你鎖住了,我們會關關 感到嗎 對不起 你先生有一個女兒在旁邊 自信一點 自信一點 而且走得更舒服一點 我覺得 挺自信的 對 我很開心 你記得自信得來有一個男人的愛 對,很愛 兩個女兒 是嗎 看到嗎 整件事很甜蜜 好,收慢停在這裡 很開心 魚滿的家庭… 對 我覺得我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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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你看栗子,下面呢 我覺得是修補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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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我們一定要慢慢來 不可以說多久,不可以說多快 是看你有否勤力跟狗 建立更好的關係 或者教牠